有些可惜就可惜整个奥运搞得很政治化 我想听一下老板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世界是有政治的 无可避免都会令到奥运都一定的政治化 我也是倾向不要将政治带入奥运的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继续是C老板 和韦韦小老板你好 我们这个节目推出之后 我们是一个星期之前录影的 我们录影时间今天的话是香港 我不是说中国 香港拿了一金两银一桶的成绩 我也不知道多久没听过香港去拿到 就是除了莉莉珊之后 香港和奥运都没有缘分 今年真的很兴奋 不过兴奋之余都有很多政治的色彩 比如吴嘉朗就是羽毛球那件衣服 那个风波 就是好像有些可惜就可惜整个奥运搞得很政治化 我想听一下老板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奥运会本来的宗旨就是想撇开政治 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政治立场 都一起透过在竞技场上面的比拼 所以大家搞一次群体的活动 增加各自对对方的认识 有交流 那问题就有奥运会以来 因为政治都经常被拉进去的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希特拉都利用奥运去宣扬他的立粹主义 作为凝聚德国民众准备 发动战争的一种手段 那你也有一段时间 美国黑人也是借奥运去争取黑人的权利 也都试过有中东那些人借奥运去攻击 杀害以色列的选手作为中东那些地缘政治一种延续 那苏联去阿富汗之后 美国也都和西方国家也都抵制过莫斯科的奥运 现在这一刻都有人说想抵制中国的冬季奥运会 所以世界是有政治的 无可避免都会 就是令到奥运都一定的政治化 那这件事就避无可避的 不过整体而言 我都是倾向不要将政治带入奥运的 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政治立场 所以当某一些人和他政治立场不同的人 借奥运去宣扬某些东西的时候 那某些人就会反对 或者是疑似这样做都会引人反对 这一次就五家朗去比赛的时候 说找不到赞助商 所以就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运动衣 他自己的运动衣 有没有将港队的区域的标志放在他那件衣服上面 那有没有要宣扬某一些政治立场呢 有一些人对颜色或者对那个香港的徽章标志 是相对敏感的人会认为他可能是刻意这样做的 那当然这个是一种推想就不可以说是必然 但是另一方面他实际上他可以选择的 他可以避然的 其实如果他 我认为那个港队的负责人应该一发现 就立刻叫他换 那给其他的衣服他先 那他也应该一早将的情况 跟领队教练讲清楚 那所以双方我也认为有一定的责任的 那有一部分香港队的成员有他的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认为不奇怪的 但是起码香港队派人出去的时候就没有说有某些立场的人不准出赛 那除非一早是态度鲜明 因为你这个不同选特首选就是立法会议员是没有做政治审查的嘛 那所以我相信就是政府的取态或者建制的取态呢 在这一刻也未想将政治带进去奥运会的 所以这件事发生了之后本来网上有一个人提出批评 接着建制派里面也有很多人附和 那但是最后好像民建联有些负责人出来说 认为这样做也不应该的 还要那个第一个出来挑动这件事的人道歉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相信政府的取态是无论你什么政治倾向 而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不是主要的考虑 但是如果当领队那些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 叫你换个衣服 如果五加朗第二天都说不换的 是要穿上那件的 那我相信政府或者奥运的代表团 可能会作出决定 现在我帮你玩了生 有了香港的港辉 你都不肯跟的话呢 是不会让他出席的 就是你内心有什么呢 在这个活动里面 不跟你根根计较 只是体育竞技算了 但是你刻意 就是帮你找到你都不做呢 之前他觉得可能你是借口 谈不定而已 其他运动员都谈得到 这些是条件问题而已 就是如果你早就告诉领队教练 帮你找一件羽毛球生 不是这么难的事而已 所以我自己觉得从这件事看到两件事就是 建制派都没想把政治带入 运动圈子 嗯 而运动员呢 代表香港出席 也都没权自己选择 用什么穿什么衣 用什么徽章 他都要遵守领队的安排 明白 好多谢施老板